郭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处处挑剔我 他也不高兴就自家村子 我们都热了两次会儿 他现在又要 他根本就没把我和孩子放在心上 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我就想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希望他不要再无敌出道下去 有请男嘉宾吕先生 44岁来自安徽私营业主 有请有请吕先生 有女士33岁来自安徽吴业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们俩可以啊 离了几回了 离了两回 离了两回付了两回 对 现在你又想离是吧 你们那结婚证离婚证都留着呢吗 肚灾 因为复婚的时候他就要离婚证呀 啊 看看啊 为什么离呀 因为我们结婚了 没多久就有第一个孩子了嘛 孩子剩下来就要有花费呀开销啊 给小孩买一点东西啊 他就是啰嗦啊 给小孩买奶粉 他也说我 这个是为小孩买的 也不是为了我买 买奶粉的事情都说我 哦就看不惯你是吧 对小孩小你买个四五盒 等他吃完了你再去买 他一买买好几项 那小孩能吃得掉吗 买好几项是因为超市打折 买多他不就有满碱吗 满碱他就划算 你肯定趁划算的时候 多买一点呀 哦那就因为这个事离的 没有哎 他说没有 为了这个事情 第二天一点招呼都没打 那时小孩还好小 啊 他就把小孩带到开比赶区 啊 走了 是的 哪有这个情况呢 啊 对我当时就是生气嘛 你说给孩子买奶粉 也说我 我都是为了这个假着想 为了孩子 我一试试下我就走了 那你能一生招呼不打 把小孩就带走了吗 我给你打招呼呢 还还就离家出走吗 哦 这就离家了是吧 住的宾馆是吧 是的 啊 我指望他会来找我 啊 结果 电话也不打 微信也不发 没来找我 然后呢 后来因为快过年了嘛 父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嘛 我怕父母知道了 担心 我就自己跑回去了 那你在外住了多久啊 没住多少时间 住了一个多月吧 你一个多月 你不找他 你不找孩子 你的心够大啊 谁说我没找你 我打你电话 你借了吗 我付你微信 你回了吗 对我没接电话 微信没回 那你人过来呀 你一点都不诚信呀 那你微信点小事 就直接出嘴 那我也吃啊 就就就 然后 后来我就自己回去了 回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离的婚呢 回去我觉得嘛 他肯定就是 要比以前态度 要对我好一些 要多关心我一点 啊 结果 不是我想的这样 更变本加厉了 他有一天酒喝多了 指着我妈 说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我没想到我在他心目中 就是形象 这么差 他主要说你什么呀 说了好多妈的好难听的话 我有个妈女吗 我只不过说你 天天在家 不做家屋 不搞微信 天天在家 网根 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来十几个块钱 没有一天少于两三个三五个块钱 啊 我要照顾孩子吗 家屋就是忽略了一点 就是没有及时干 买东西 也是为了家里面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买东西 那你买的也不是生活必需品啊 我们家的锅 什么电饭堡 炒菜锅 家里吃有几十个 光一个那个炒菜的锅 他买了吃八个 关键是他不会做饭 那个锅 我就是旧锅不想要了 就想买一个新锅 也没什么问题 你一个锅你用一杯子 你用它炒菜炒一杯子 难道你用每个锅 热出来的外卖味道不一样吗 不一样呀 你用一个旧锅 炒菜 对吧 你心情跟性过就不一样 不不好像你不是烧菜啊 我听你先生说是热外卖对吧 对对热外卖啊 他在家平时他不说 我就点外卖就热外卖呀 热外卖你热菜也要心情好呀 你想你用一个新东西再热菜 那心情就好了 那花点钱卖得过也不算什么呀 十发水一买买食品 你觉得你那个头发能死得完吗 这是这是这是 哦还有这个鞋子 不是炸 这个鞋子是打折的时候为小孩买的 就在那囤着呢 等它合适了就可以串了呀 那小孩脚他是天天涨呀 你买那么多 他真正在能串直双呢 是不是 不是下面是洗发水是吧 洗发水还只是一小部分 规则里面还有 当时没有派全部 哦 天地精华什么玩意儿 抗泉水 那下面是什么 就是每天拿着筷子 我买洗发水是因为 就是超市打折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便宜啊 不是 这是什么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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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啊 这是一次性买的 不是的 他是什么情况呢 出新款 他无论在这之前那个 哪怕用了一个月 只要有新款出来 他必须要去买新的 这很正常 谁都喜欢新的东西呀 那你 我以前买的 我内存小了 我就想换一个内存 大的不很正常吗 这也 换不了两个钱 几千块钱 又不是买不起 你毕竟我们俩 有两个小男孩 他们以后长大 用钱的地方多 我们现在虽然条件 要好一点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 以后做考据 是不是 哪有女生要花钱的呢 啊 我怎么花钱呢 我我花的钱 我就是为了省钱呀 那买洗发水就是 打折啊 打折才买呀 咱们不说洗发水 咱们说说 为什么每次出新金都买 就得不想用了 你用了 就时间又长了 不想用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离婚了是吧 对 就是因为他酒喝多少数落我 就数落我这些东西 就离了 就离了 谁提出 他提出离婚 我提的啊 啊 他这个说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我还跟他哈 还跟他过下去啊 第二次为什么离婚啊 后来复婚了嘛 就很快就生了第二个孩子 然后呢 他不当对我不伤心 他对孩子也是一样 他对孩子也不好 孩子生病了 也不带孩子去看病 嗯 什么叫不带他看的 他不是过敏吗 那是个小孩 脸上肾上都长一块一块红的 就是好可怕 就是我就讲 要赶紧到南京去看 他不愿意 因为我们马上山 也有三甲之冤啊 为什么要到南京去看呢 我肯定是要到大城市去看 对吧 小孩生病了 你不到大城市去检查 马上山也挺大的啊 不要说家乡都不好啊 没有不好 就是你想啊 生一个病肯定到大城市 大语言检查 去没去吧 放心 去没去 去了我一个人带小孩去的 你干嘛去了 他不去 嗯 我又认为他是小吃大做 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常见的过敏 不是要到省会城市 才放心吗 再说去南京也不是很远啊 是去南京不远 有时小孩普通的感冒 我说我们就在我们本集园上看 他不干 他讲 我无论如何 我要把他带到南京去看 我们马上 这南京湿井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开个车子 去高铁山 你从高铁山坐到南京 再从南京坐之前 还要倒车 你开个病 你整点时间 全部给弹幕 那为了小孩付出这点时间 也是值得的呀 小病你干嘛呢 怎么是小病的 并没有小病 这小病不开 就发展到就很严重了 他就是怕麻烦嘛 不想吃 还有什么呢 还有多呢 他就是对小孩不伤心 无所谓的 就觉得哎呀 都是小问题 都是小事 我听明白了 后来呢 咱们之前说为什么离 后来我给小孩报了早交办 又报了别的兴趣办 他知道了 非要我把那个学费给退掉了 你那个事就要报办嘛 那时候老大才上一年级 他一个星期 迟步五六节课 给他安排的满满的 平常放学了 还要去赶兴趣办 星期六星期天 一点时间不留 现在哪家小孩不这么学啊 现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人家在学 我们也要学 人家不学 我们就更要学 你就是舍不得在小孩 交交投资 那你可好对不小孩的感受呢 他知道什么 他的人生就是由我们来给他规划 我让他学什么 他就要学 那小孩就要不断的学习呀 你想过他们能接受不了吗 怎么接受不了呢 你天天学 天天跟他讲 他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啊 那上次老大 星期天不想去上游泳课 这下装病 后来给他骂知道了 我得管 那就是家庭战争 吵了一天 跟谁吵 你骂我嘛 讲我什么棒 爱子骗的嘛 又讲小孩 跟老大讲 一个月之内 不会给你看电视 那个小孩给他搞的 天天哭 那肯定是 那他不想上就不上吗 那小孩说 哎我今天不想上学了 难道就不去上学吗 那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学习的事情 必须要 我让他学什么 他就要学什么 就学个游泳嘛 真是欺负孩子嘛 你这是 这怎么欺负孩子呢 这游泳多好啊 在学里面 自由自在的 多舒服啊 对吧 你会游泳吗 我不会 那你凭什么 就要孩子游泳啊 因为我小时候 我家人没带我抱呀 如果我家人带我抱 那我现在还要感激他们呢 对吧 是是是 就是因为我家人 倒是没钱 现在有这个条件嘛 肯定就要给他学啊 不不不 好好好好 学习问题不讨论了啊 就因为这个事 你们俩离得婚吗 啊就为了这个离婚了 有啊 有有 谁提的离婚 我提的呀 你又提离婚了 对啊 这个他 小孩这一上 他都舍不得投资 对我也扣 对小孩也扣 好 我就离婚了呀 同意了 不同 是一刻不得 离了多久啊 这次 这次离了一年多吧 又又 一次离的时间长 又回娘家了 啊回娘家去了 又把俩孩带走回娘家了 都带走了 肯定都带走了 啊后来为什么付的婚呢 后来嘛 我父母就劝我 我父母没劝吗 我肯定是讲我父母的好处啦 哦那我父母就一定比你不好 哈哈哈哈 最后父母就是就劝我嘛 啊 就是想孩子都大了 就是也没什么大毛的叫我 就是复婚 小孩 也是想叫我们和好啊 然后我就是又去找他 就说要复婚 你又同意了 同意 哎 你这媳妇这么闹你 你怎么老还同意呢 毕竟有两个小孩啊 那我想算了吧 我就同事了 就就就又 又同意了 没有他同意了 是同意跟我和好 不是同意跟我复婚 我看你那个上面不是有结婚证吗 啊对 后来是我逼着他去复婚 他和好和好 不复婚那怎么和好呢 对吧 那肯定是要打结婚证才行啊 啊 那不也打了吗 哎 我强迫着他去的 听说现在又要闹离婚是吧 啊 对 离婚是你提的是吧 啊 也是我 你想第三次要离是吧 啊 对 他没离神 他不同意 啊 这次他不同意了 啊 这次为什么要离啊 这次主要是他的原因 我们这次不是又复婚了吗 我想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也一天天 这个岁数也往上涨 我想嘛 你肯定会跟你以前不一样了 嗯 哪知道呢 这次回来以后变本家 钱是一份没少话 还学会乱投资的 也不知道被谁忽悠的 投资25万 我是想为家里面挣点钱 你天天讲我不挣钱乱花钱 我不是想正面给你开吗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想挣钱呀 你一天半也没上过 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你怎么有这个勇气去做的呢 投资他就是有失败的 那不可能所有人投资他都成功了 都挣钱了 那人人都投资去了 那就有奉献吗 这奉献就给我探上了呀 那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最起码要跟我说一下吧 我这投资是跟你说 你还让我去投资吗 那我肯定想挣了钱以后 把钱放在你面前 再告诉你 你永远就是这种 永远不会有错的时候 你错都是逮 好好好 这个你投资失败 你跟人发什么脾气 你要离婚对不对 不是的 他逮他自己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呢 他逮小孩子太简直了 老大今天不是已经上小学了吗 再办上考试 只要不考第一名 坚决回家 要么 脏口就骂 然后要么就什么 罚潮处 又是什么 额外的实质 一搞搞 一搭地 有一次 小孩应该到了放学 回家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他跟我说 他让那个小孩到现在没回家 我一听我就非常急 我就赶到学校去了就哥 我到学校去 小孩也没接到 然后呢 我就顺着小孩回家的路线 因为我们家 你学校非常急 整个路也就有 准分钟的事情 然后呢 我就顺着这个路线找 然后在我家隔壁 楼梯堂里面 发现小孩背个孰抱 在那哭 然后我到时候性情非常难过 我就问到了 我讲你放学不回家 你为什么在楼梯堂里面哭呢 他刚我这次考试没考好 回家我怕妈妈妈骂我 当时我听了之后 简直那个性如道格 然后呢 我就把小孩借着 我就回家去了 你回家以后呢 你安慰安慰小孩 可是呢 然后你明天再跟他讨论 这个学习的事情 这个都是可以的 越回家还更行样的 就当成是什么事 都没扩充过 小孩考第一这个要求 不高呀 这个小学 你也考过第一吗 我上学成绩就很好啊 我上学就品学兼幼的 你什么学历啊 我学历 我学历不高啊 你什么学历啊 初中啊 是对你嘚瑟什么呢 还在这儿 我初中 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刻苦啊 是因为家里面条件不好 没有继续往哪儿商量 你这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对小孩 你这什么妈呀 你这是 对小孩就是要严厉啊 我家的孩子就要闷闷 又修品学兼幼 他一两次可不好 又能代表什么问题呢 就不能要有这种态度呀 就要断正学习态度 上学为了什么 上学就为了正第一 不想得第一的孩子 就不是好孩子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们的孩子 你再说一遍 就是这样 那一个班里面全是坏孩子 就第一生好孩子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吗 有的孩子 家长就像他一样 要求不严 觉得 我们就是这种家长 怎么了 就这种态度就不行啊 快快乐就好了 我跟你说 哎呀 你这个 真能忍 哎呀 这个 你得出来给孩子拿一主意 就我听着真难以受 你知道吧 小学的孩子回家不敢回 躲在隔壁的楼洞里面 背着个书包裤 爹找到说孩子 你为什么不回家 因为我没考好 我怕妈妈 你学习学不好 就对不起自己 啊 你能教了吗 当时就是有问题的教育方式 我的天哪 导致我们这次的导火索啊 是因为 春天夏天 老大不就要开学了吗 我就带他去买了两双耐克 买了以后呢 开学第一天 我回家以后 老大就跟我说 妈妈 你明年必须还要带我去买一双鞋 啊 他说我们同学 有一双鞋比他的更好看 更漂亮 哦 我当时一听 我觉得这个小孩这个时候 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没错啊 我就断然就拒绝他了 啊 我等你鞋子穿旧了 穿坏了 爸爸一定会带你去买的 没毛病啊 关键问题是我第二天 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他妈 居然背着我 帮小孩把这双鞋子买回家 当时呢 我就非常生气 火就发了大一点 嗯 什么鞋子穿旧了再买 现在哪个孩子鞋子他能穿旧啊 哪家孩子不要什么有什么 又又不是给不起 你就是对小孩空门舍不得花这个钱 舍不得满足小孩这一点点物质上的要求 就因为这个您提出离婚啊 这还小呢 对教育舍不得投资 不是是您提出的离婚吗 是我是我提的 喂 赶紧离吧 赶紧离 把两个孩子抚养全弄回来 怎么可能呢 那每次离婚两个小孩抚养全都在我跟前 您挣钱吗 您有经济收入来源吗 有吗 没有啊 没有拿什么养孩子呀 你要跟他离我跟你说 我现在 随着小孩两个小孩现在真真大了 是 真的不想 不是你这小孩要跟这么个妈这两个孩子全毁了 所以 这小孩跟了他才毁了 他跟了我 哎呦 我的天哪 你你这次是不想离了是吧 对 这次 你还要坚决要离是吧 对 我现在两个小孩毕竟大了 我想给两个小孩一个 好的 生长环境 因为毕竟单亲家庭嘛 他对小孩 以后会 各个方面会 就你们俩这么闹 就他这教育孩子的理念 这个教育问题我们不是专家 但是我就是从孩子的父亲的角度 我认为 您这做妈的要求太苛刻了 对孩子太为难了 有点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窜到着 抄抄的 让他跟你离婚了 不是他要跟我 是我要跟他离 我的意思是说 让他跟你离 都不是同意的问题 还要跟你争孩子的抚养权 你太糊涂了 你这么对孩子 你看啊 让孩子出问题的教育方式 你全都有了 每次考试考第一 是啊 攀比 别人有的你得有 这有着条件 为什么不攀比呢 对现在的孩子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因为我有条件全都是错误 你会害了孩子的 怎么可能呢 现在大人都攀比别说孩子了 是是是 所以你攀比吗 肯定啊 肯定要攀比 跟别的家庭比啊 比什么呢 你拿什么比呢 你比什么呢 跟不如我的人比啊 对吧 你说这心态啊 欺软怕硬嘛 你有点闹太作了 我就听到孩子那儿我有点激动啊 一个要离 一个不想离 但这个婚姻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帮忙吧 好好说说他们 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你平时跟别人沟通的多吗 还是说你在家里只是围绕着孩子 并没有出去跟别人说过你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是民政部门的人 我真的有点上头 你俩一会儿来 一会儿回 一会儿又来 一会儿又回 太冲动了 事实上我现在发现先生已经冷静下来了 即便是女士这么说 他都说我就不离 可是不离也解决不了你们之间的问题 因为明显我觉得女士 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你跟他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 在家庭的观念上 完全都不一样了 我刚刚替你咄咄逼人的 一直在指责他 我都很震惊 包括对孩子 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身上的问题是吗 我没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特别理直气壮的 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我对你对孩子我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听下来我必须要说 旁观者是清醒的 至少从今天你们的交锋和你们的这个言谈来说 我觉得你问题非常大 你太苛责你的孩子 包括苛责你的家庭了 就单就游泳这个事来说 孩子已经都想撒谎说我不想去了 我身体不舒服 说明他心里的排斥有多大 我举个例子 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学游泳 她很害怕水 每天就抖 我也很着急 但是我给她时间 让她慢慢 她一次不行 甚至一年不行 你知道吗 她后来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学会了 我觉得为什么你会那么苛责她 我不明白 而且每次要考第一 照你这么说 我们这些孩子 就不当我们的孩子 连我们都是坏孩子了 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 那我很骄傲 我拿过第一 真的 倒数第一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赋予她的职责都不一样 我们要接受接纳 并且用欣喜的这种心态去爱 我看不到你作为母亲妻子 你对爱人和孩子有那种欣喜之爱 可以接纳她身上 可能不完美 但是依然可爱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你如果坚持离婚 我不劝你 因为你的个性很难改 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是我建议 如果你离婚 俩孩子给她好吗 也许她在你眼里是不成器 不争气 但是她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快乐和健康的心态 健康比成功重要得多 我也是妈妈 我会知道这种利害关系 你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及时地想到自己的问题 注意分寸 把握分寸 好吗 来 陆琪老师 幽女士 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在这很难跟你沟通 因为你以为 自己还是个领路的人 你在带领着一家人 带领着孩子往前走 你不知道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那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你有什么害怕和恐惧的事情吗 你告诉我 你怕什么 你什么都不怕 你看 就是我内心是毫无恐惧的 正常人内心恐惧嘛 比如说 哎呀 我就害怕我要离了婚 那个他不愿意跟我复婚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 我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之后 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怎么办 你没有这些恐惧的 说了又就离 孩子我就带走 对就是这样 对呀 就是这样 每次都这样 因为你内心没有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觉得你快乐吗 不快乐 你觉得你孩子快乐吗 你觉得你老公快乐吗 你全家都不快乐 对呀 请问你在带领这个全家在干什么 为什么你会搞到一个全家都不快乐 如果你觉得自己样样都对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资深的原因 不按我说的去做呀 为什么你也不快乐呢 因为他们不听话呀 那你为什么你离了婚之后 你还是不快乐呢 对不对 你看不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当你内心发现 我对这个世界毫无恐惧 我什么都不怕 然后我又搞到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快乐的时候 你要认识到这个人 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这是说你的 第二个我要说你 我不认为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认为你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人 会变成这样的性格 你有没有责任 因为可能是无关 对呀 他为什么会毫无恐惧 他为什么那么多年 还是没有任何的成长 为什么他和社会脱节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你是不是也有责任 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落伍 所有人都有责任 所以当妈要学会当妈 如果你内心没有一点点不安全感 不觉得万一我孩子没有交好怎么办 始终觉得我是对的 你这个妈是不会当的 当老公也要学会当老公 如果你当了一个老公 你家庭里面成员 所有的人都不快乐 都没有成长 那你这个老公也是失败 一个家庭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你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七老师 女士 当你的孩子太痛苦了 当你老公更痛苦 你还不觉得自己身上有问题 孩子身上起红斑 去查一个过敏源就可以了 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查 你为什么非要到南京去啊 那肯定是想让他去搭的医院 放心啊 这个时候再折腾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 万一会发生更多的危险呢 你没想过吗 当妻子的 你连饭都不会做呀 孩子吃过你做的一顿饭吗 拿锅是来热外卖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还买七八个锅 因为不同的锅热出来的外卖 味道不一样 然后您还站在这大言不惭地说 孩子要考第一名 你对你孩子和先生所有的苛责 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好 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你瞎攀比 你觉得爱孩子方式就是给他买好多好多的鞋 好多好多的衣服 别人家孩子有什么 咱们就得有什么 别人家孩子抱十个班 咱们抱十二个 这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对呀 我告诉您 父亲是天 母亲是地 天地宽阔而万物生 父亲是笔 母亲是墨 笔直墨浓而化一新 所以父母的样子 就是孩子未来的样子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很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力气如此之重的女性 可能生活中我们都也极难见到 其实我听你一直咄咄逼人 声调无比的尖锐 一开始我是愤怒 后来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好可怜 一点没有自知 一点没有自行 一点一点把你的家庭逼上了绝路 你看看你今天得到了什么 你以为孩子穿一双好的鞋 就能弥补你童年成长 没有漂亮衣服的遗憾 你以为孩子考了第一名 就能弥补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缺失 不能 那是你的人生路 你的缺憾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内心 才能弥补 如果你真的想要好的生活 想要幸福 想要快乐 想要爱 自己去做呀 把自己做好 而不是逼孩子去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你这一生做的唯一的 值得让你庆幸的事 就是遇到了一个傻老公 居然能容忍你如此不明是非的做母亲 做妻子 其实你已经拥有了很好的人生的基础 一个周而复始让你离来离去 又还留在你身边的男人 如果你真的不珍惜 变本加厉地去折磨这个家庭 去让这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丈夫 最后心灰意冷 你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我是希望你今天来到这里别白来 去听听别人怎么说 看看真正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 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请你睁开你的眼睛 先生其实大家都在说女士有问题 她确实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一点都不小 你好歹是自己有社会经历的人 她这能把孩子带好吗 你不自知吗 对于你们的夫妻感情 你太懦弱了 你明明知道好的方式是什么 却一味地纵容她 所以如果先生你意识到这个是问题 你又不愿意把这个家庭搞得支离破碎 你得是这个家的领头人 你得是这场婚姻的领路人 你得是孩子的先行者 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实在不行 她回娘家 你带这两个孩子好好过 你看她回不回来 她不回来 就是她不值得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其实能说就这么多 如果你们今天能够看到问题 愿意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我还是希望你们好好过 如果不能 先生 争夺抚养权 自己带着孩子 你有经济能力 有教育孩子的能力 教授哭的是你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先给你道个歉啊 对你态度不好 就站在我这位置上面 应该是不要发那么大的火气的 所以我必须就态度问题跟你道歉 但是确实没控制住 我之所以说要法庭上 让他去跟你谈离婚的问题 知道是为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你心里怕什么 后来我发现你这个都不怕 这个就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惧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陆琪老师是一样 你会特别特别恐惧 我就想知道就是 当你儿子不敢回家 在隔壁楼道里背着书包哭 你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心里不难受吗 不难受我一肚子气 没考好还有点酷 太可怕了 所以这就是最可怕了 你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 你真的不害怕孩子出问题吗 孩子由我来教育是最好的 不是你不害怕他们出问题吗 怎么可能以我这种教育方式 是最好的 哎呀 行吧 那个 我就一个建议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对成绩的要求稍微放松一点 更多的来关注一下 孩子对爱的需求 好吗 接下来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毕竟经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 现在小孩也渐渐长大了 我希望你能为我们这个家庭 能为两个孩子 改掉你的脾气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生活 你不要把我们的婚姻 看出一场哀戏 你就是对我不相信 教育孩子的方面呢 也不跟我站在统一战线上 跟我唱反调 教育孩子我们俩一间要一致 你平时也不管孩子 教育方面的事情就要听我的 你不要跟我唱反调 我们要一见一致 哎呀 你先不要求他 咱们说夫妻之间达成统一 前提是不是 基本认识得对啊 如果是错误的统一 那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 不能考定一名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 懦弱偷懒 你要允许你孩子身上 有太多的不足 这才是你爱他 那我想问 他考不了第一名 你还爱他吗 喂 那我的孩子考不了第一 还是我的孩子吗 我问一下 如果孩子说 我的妈妈就不是很优秀 我也不希望她是我的妈妈 你这个妈妈 你身材也没有其他的妈妈好 你长得也没有别的妈妈漂亮 你也没有别的妈妈温柔 那你还是我的妈妈们 你的孩子如果这么说 你会难过吗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话 特别刺爱 你的孩子就一定要特别优秀 要出人头地 你的老公也不能够比别人差 你所有的一切 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呢 嗯 你有想过你吗 唉 我是不是比别人足够优秀 我比别人更强 比别的妈妈更具能力 我会给他们衣食住行 安排得特别好 我买十个锅 因为我十个锅 我都会用 你是这样的吗 你好像也不是 所以你凭什么要说 我的孩子如果考不了第一 他还是我的孩子吗 那你的孩子就可以反问你 我的妈妈都不会下厨房 那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的妈妈也没有上过大学 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说实话 我可能会俗气一点 我觉得我坐在这儿 我比你年长几岁 可能比你精力多一点 我应该比你自信吧 但是我没有这个自信 我常常会问我的孩子 宝贝 你的妈妈有时候 做厨房的事做不好 整理家也不行 你会把妈妈跟别的妈妈比 你会觉得心里有点失落吗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说 没有啊妈妈 我觉得你很好啊 虽然你这个不会 但是你会别的 我觉得很好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所以也希望你这个妈妈能够告诉孩子 孩子你可能没有别的孩子那么好 你可能没有考第一 但是妈妈一点都没有减少对你的爱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明白 多可怕啊这些思想 别那么想好吗 回家 不管你和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好好学会疼爱你的孩子 给你孩子空间 当老公的 有点作为吧 咱今天不说离婚的事了 您的性格我们拦不住 一会儿这个门开 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方式 你就从门里出来 你不愿意改变 你可以离开 先生也很简单 咱们不说离不离婚的事 你愿意为这个家庭多承担一些 主动地担起一些 孩子教育的担子 您就出来 您要不愿意 您也别出来了 好不好 谢谢你们两位 请回请回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